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iKX76的頻道 今天就一點更新,關於美國隊成員名單 Breadley Bill因為有安全系統,可能曾經接觸過或感染到COVID-19 要離隊,美國隊找了幾個代替 之前曾經有傳找76人的Tobias Harris 沒有消息,轉頭就變成Keldin Johnson 為什麼會找Keldin Johnson? 因為Grey Popovich是他的教練 又是美國隊教練,很自然會找一些 Sports的球員,找Keldin Johnson 介紹一下球員,這個球員今年21歲,6尺5吋高,220磅 打Sports 另外一個代替,不好意思說漏了 之前因為Breadley Bill和Jeremy Grant 就有可能要小心處理,有可能感染到或接觸到有感染的人 Breadley Bill就退隊 Jeremy Grant收到消息,就說會很快歸隊,就沒事了 找了Keldin Johnson,另一位就找了Javel McGee 這個傳統式中鋒,為什麼要找他呢? 我覺得都不明白為什麼,不過可能他夠經驗 Javel McGee,7尺高,270磅,今年33歲 打金塊,Denford Nuggets 他應該是全隊年紀最大,33歲 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美國隊今年的奧運隊成員名單好像都單薄了些 最高打中心的都是Bam Adebayo,即是Miami Heat的中心 只有6尺10 另外最高都是KD,都是6尺10,即是寫6尺10 我覺得他都好像有7尺,7尺高 現在就找了Javel McGee做這個代替 我叫做代替,我叫做代替呢? 我都好像有點混亂了 其實Jermy Grant 回來,那Javel McGee 怎麼在呢? 或者Keldin Johnson 怎麼在呢? 就好像凸了一個出來 你走兩個,翻兩個 但現在就說,Jermy Grant 又回來 看看他們怎麼安排 其實選了Javel McGee,可能他經驗大些 可以穩定軍心 其實美國籃球界都還可以找一下 我覺得Karl Anthony Towns 啊 就是穆朗國中鋒 或者D'Andre Ayton 不過D'Andre Ayton 可能就打到決賽 而來就比較年輕一點 可能經驗沒那麼足 我覺得都做其他選擇的 不過這些都是個人意見 都沒什麼相關的 對 美國隊打了四場有儀賽 贏兩場,輸兩場 輸兩場 輸了兩場就對利利亞 90對87 另外輸了一場就對澳洲 91對83 贏了一場就對阿根廷 108對80 今天就贏了西班牙 83對76 Kellen Johnson 都幾出色 都拿了15分 不 sorry 15分 三個籃板 之後 Dame就拿了19分 Z Levine 拿了13分 KD拿了14分 開始 是否找到大家的位置 大家的感覺 大家的氣氛會好些 大家繼續留意美國隊 怎樣看美國隊 其實都是看明星 好 大家繼續留意 奧運做幾天 做四天 就開球了 希望有個好看的奧運 大家會看看什麼項目 除了籃球之外 我自己主要都是看籃球 就是奧運隊 香港隊 當然有什麼項目 都會留意 希望香港隊 都可以 有好的成績 拿金牌就當然好 不過這個都幾難的 不過都支持香港隊 當然 另外 今天又見到 波鞋方面 就見到 有這個 Air Zoom GT Jump 之前賣 即是賣廣告 賣關資 逐樣逐樣出 之前就 GT Run 之後GT 什麼呢? 哎呀! 忘了叫什麼名字 現在就叫GT Jump 見到有美國隊 這個女生 Britney Griner 穿著 Air Zoom GT Jump 那 就 我眼看起來 有點像Nike Sharks 可能它配色問題 或者它的底 結構 看上去 外套有點像 這陣子 為什麼呢? Jordan 36日 找了一個 女的 WNBA球員 先穿 之後 就 今次 Zoom GT Jump 也是 看上去 女的 男球員 先穿 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意思 或者會尊重 女拳 多了 還是怎樣 這個結構 很久之前也有 但未見到實物 今次見到實物 底部 普通的 裙子 前掌 有大 Zoom Air Unit Hill 又有 Zoom Air Unit 結構上 高得很 就有 Zoom Air 又有 Jump Wire Upper 那 這雙鞋 這個 顏色 都 一般 不過 不過 這些都是 越看得越 越看得越漂亮 最初 GD Card 就好像 不一般 看看越看得越漂亮 出了美國隊的顏色 嘩 好像真的不買不行 不過 都很難買 好像 Vlogger 一出就斷貨 看看有沒有機會買到 我本身就喜歡 低桶多些 這雙 Zoom是高桶 可能給一些比較高大的球員 或者 喜歡穿高桶的球員 穿 好吧 但是 暫時是這麼多 大家 麻煩喜歡 就繼續收看我的 影片 麻煩訂閱 和按讚 好 多謝 拜拜